我们拌成点酱 然后烤到一半的时候 点赞收藏关注 大家好我是软软 今天吃牛腿大胖烤的 大胖你自己说一下这个是怎么烤的 我就不说 这个是大胖烤的 然后我们把它放凉一会 现在大胖刚刚带我吃了一把鸡 现在他要去健身了 大胖说要做什么 首先就是 首先你们要有一个牛腿 芹菜然后大蒜 铺在羊腿上面 然后 羊腿先要腌制 就牛腿 不好意思 牛腿牛腿 这个猪腿先要用盐 然后黑胡椒粉 好嫩 黑胡椒 然后去腌 腌个差不多半个小时 好嫩 因为他也 他也入不了味 就腌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然后就铺这个芹菜 还有这个大蒜 铺在上面 然后用锡纸把它给包包 包得严严实实的 因为这样子能锁住它的水分 就烤出来就像软软软吃的 就比 对 你们外面吃那种很老的那种羊腿 因为它没有不去包 牛腿 对 这种种那个猪腿就没有去包锡纸 牛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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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开包纸巾好了 然后烤 然后我总共烤了将近两个小时 因为要不停的拿出来看它的熟 就只能熟不熟 然后中途我还 抓两次 中途我还换了一次锡纸 因为前面的锡纸的话 它会有 有 会烤出来一点血水 血水 对 然后这 这次是新的锡纸 所以看上去比较干净 然后我还要帮 就烧了个酱 对 这个 这个酱是外面买的 拌成饼酱 然后烤到一半的时候 把它淋 淋在上面 然后去 进去烤了 然后其他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不知道 然后烤到一半的时候 要用刀 帮它划开来 让它 首先要看里面熟没熟 然后要让它入味 对 对 对 嗯 好 那 那就祝软软 那个 牛 那个 牛排吃得开心 走吧 嗯 去见葱我帮你回来 晚上出去带我吃一下 我来 我来带上去吃吃 你是不是变得菜 嗯 嗯 快anny 好 我平ematics 我做咤 我也要자 我把骨头留给大胖可 真是很酷的 所以為了很酷 我可以吃了一遍 所以我可以吃的是 因為我都不喜歡 你很濃烈 我都不喜歡 我可以吃了 你很濃烈 我會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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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吃了 這個是小牛腿 まずは小牛腿 obs Marg也請按鈕 哭啞 我把俗 Reverse god 呵呵 很心捨 你是以臀的 OLED 生姜 贓 皮 馬鹿 超好吃的 很好吃 有麵麵 很美味 很美味 做的 很棒 吃 嗯 嗯 好嫩哦 我一直以待在一起吃 你自己喜歡是很喜歡的 就像不太像 咦,老闆,老闆 我会留一点给大胖 这个牛肉还蛮适合他做健身餐的 然后菜里面的骨头我就不肯 我觉得有点麻烦 前面跟大胖吃鸡 大胖一个人杀了十几个人 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 我是自己个人绝对不敢吃鸡的 我会很害怕 我其实就像恐怖游戏一样 两三个人我就愿意吃鸡了 这一块扇形的都是骨头 这边我啃骨头我给大胖啃 这个我也给大胖吃 我把后面的这种吃掉 这里有血管 我把血管扔掉 有那个经脉 大家要点关注哦 点收藏哦 上面的肉 上面的肉 这个留给大胖 这个应该是腱子肉 这个应该是腱子肉 好好 好 吃过吃完了 大胖鲜手艺越来越好 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给本期视频点赞 点赞赞赞赞 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家里面如果有比较大一点的烤箱 然后可以买一个这个 但是一定要看清楚 不要买大的牛腿啊 大的牛腿你自己一是没办法切的 牛的骨头很硬嘛 你自己家里面菜刀很难切 或者不能切 然后要买小的牛腿 我这个是小牛腿 一整条 几斤啊 我也不知道几斤 发现很沉 好像价钱的话是也不贵啊 它生的 一条是 140啊 好像 我觉得好便宜啊 我怕不好 但没想到吃了以后感觉还不错 挺好吃的 喜欢的可以这么尝试一下 但是最好要一家人一起吃 虽然它看上去也不是特别的大 但其实是很饱人的 因为它没有油脂 全都是肉 就鸡肉 这种牛的筋肉鸡肉 所以就觉得还是吃起来是挺累的 那就先说到这样了 喜欢小伙伴 谢谢大家